歡迎來到下的新聞現場 曹小妹妹的不幸事件 上禮拜引起很多人的關子跟震撼 這個事情現在繼續有後續了 包括東海社工系的主任出來講話 說社工員本身是疏忽太嚴重了 結果部分社工跟社工團體反彈了 竟然說東海大學畢業的社工系學生 不能到他們去實習也不能工作 逼得彭主任已經請辭獲准了 明天部分的社工團體還要到內政部去 說要抗議內政部長將一化是有問題的 這樣好嗎 我們現在理性的來討論 現在現場有五位貴賓 第一位是胡宗信 胡大哥 好 謝謝 大家好 社工司的這個全國靈異會常務理事 陳金霖 陳辰 你好 大家好 各位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蔡政妍 蔡委員 大家好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蔡王朗 蔡委員 大家好 非常資深的這個媒體人 曹欣 曲哥好 曹欣好 好 來 我們看這個事情 後續的發展好像越來越嚴重 我們看看彭懷甄 彭主任怎麼講 來 我們的學生說不要讓他們去就業 不要讓他們去實習 很多很多這樣子 罵我就算了 罵我們洗 所以我就還是要遲了 就是好 拜拜了這樣 都要走了 因為這個事情弄那麼大 所以我也為了學生考量 也要為 也要希望大家能夠反省這件事情 因為我希望我們社工這次能夠痛定思痛 因為我們其實是有疏失嘛 因為有疏失就有認錯啊 那我也有疏失啊 吳大哥 彭懷甄 彭主任是說 社工員在這次草小妹妹的事情 似乎是太嚴重了 那現在社工員不只是抗議而已哦 直接講了你社工系所有的 東海社會系畢業的 我全部不讓你來工作啊 這樣合理嗎 這個市的發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流彈打到大渡山的這個 東海效應 頂多對彭主任 有沒有打到所有社工系的事 當然 今天彭主任也說 他沒有講官僚殺人 我許報紙 他只有說舒服太嚴重了 我也看到這個採訪 記得對彭老師的一封信我也看了 我是這樣想說 如果有哪個單位要杯葛 東海社工系學生 或者明天向內政部抗議 我們看內容 我覺得這就不是態度 我常說 問題不在大小 關鍵在態度 我希望情緒之爭以後不要惡情 杯葛東海學生 或我不知道看明天 抗議內容是什麼 這就是惡情 我 舉我經驗做例子 巴掌西事件 哎 是我們啊 跟陳水扁全面絕對開始 結果怎麼樣 行政院副院長尤錫坤下台 當然是指消防體系 是一個副院長下台 邱小妹能求事件 對不起 馬英九市長多大壓力 媒體 我是以這兩個例子 其實幾天前我們在探討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謹慎小心 替社工師講話 第一點 結構性問題 我們的社工師 精神醫師 心理醫師 在醫院的又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 資源不夠 政府的財政 人事分配不夠 我們替他講話了 我覺得我們要公允而論 但是如果遷入到東海社工系 遷入到內政部長 我不知道內政部長有沒有講錯 我覺得他講的蠻得體的嘛 那麼我要請教 我不認為是全部的社工師 我們是不是要學習 要自我要求 自我尊重自己的職業 包括有沒有再交易 包括有沒有用這個案例 我還以為 全國的社工界會用這個案例 來大家好好好思考 如果抗爭能解決問題嗎 我再度重生 我支持關中院長的 百分之三考計畫 這些人要不要列入 百分之三考計畫 我不會像林盛文說 百分之二十啦 百分之二十是企業界 金融界 高科技業百分之二十 但是這種態度 這種主蛙陣落群 裡面那種水煮青蛙 我覺得你們這樣做好不好 該有資源 該講話我們要講 但是如果這種作為 我很替彭教授不平啦 也許他的話說 疏失太重是太重 報紙把它做太大標題 也沒有講關聯要殺 但是不管內政部長 或彭教授所說的有沒有道理 我覺得大家 我希望社公司 你們在作為抗爭的時候好好思考 我禁的責任沒有 如果沒有禁 這樣逃避責任 大家航瀉一氣 這一點可怕我們對社公司的聲望 我們是多麼希望資源給你們的時候 這種作為會讓社會失望的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這個 社公司全國聯合會的這個常務理事 沉準到我們的現場來 我們就要問兩個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 社公司如果本身有些問題 是不能檢討的嗎 這是一個 為什麼要出手這麼重 第二個 那怎麼流彈會PO集到 全部的東海學生都不能夠去實習 不能夠去工作 這會不會太嚴重了一點 我想這個基本上 當然任何人有疏失都是可以檢討的 所以我想如果是社公有疏失 當然也是可以被批評 也是可以被檢討的 我想這個是應該沒有說是不能被批評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為什麼會要把這個流彈 射到整個東海 我想這個比較上我想比較偏向於是 個人或是個別少數級的機構團體這樣的一個說法 說要去對整個學校的不入用 因為我想以我自己工作的單位來說 大家聽到這樣也會覺得說這個是很離譜啊 因為我們如果說是對彭懷真彭教授 他的意見不認同 那麼應該是針對他個人 給他抗議給他什麼 可是不應該是說整個波及到學校去 來 蔡委員我們看看 他現在就是這個彭懷真啊 在接受採訪完之後 他因為延遲去批評了社公園 不過這個有些問題之外 馬上就引起反彈了 有部分的單位是寄信到系的系辦 直接槍叫什麼 日後不入用該系的這個學生 而且是什麼 以後是來這邊實習也不行 就業也不行啊 後來彭懷真彭想一想說 欸 奇怪 那這樣我害了所有學生啊 所以就遞辭成 而且竟然都準啊 我相信這個都是大家碰到這個問題 心情不好 所以互相說氣化的結果啦 我想過個兩三天 大家氣平了以後 氣化沒有了 就會比較理性處理 因為這種事情 我常常看到就是有這種狀況 那也因此我相信 會促成整個社工界 社工朋友們的一個 全面性的一個討論 說這個個案有沒有 以後就需要 做一個很嚴重的 借鏡的地方 那我這裡 其實我跟社工人員 接觸很多 所以當天晚上 問題出來的時候 我當晚睡不著覺 找很多社工朋友研究說 這問題出在哪裡 他們有個意見告訴我說 真的是沒錯 後來我瞭解說 因為社工人員 一向花很多的時間跟精神 在對那些低收入戶 身心有障礙的 街友 還有長期失業者 或者說獨居老人 他們花了大量時間 在照顧這個弱勢 那麼對於一些比較強勢的案子 的確是很難在他們資源分配出來 碰巧彭小妹妹這個案子 是屬於強勢的家庭 他有一個家境非常好的父親 也有一個狀況 還算不錯的一個母親 他只是父母親並沒有結婚 所以可能有感情糾葛言行 沒有任何經濟問題 所以強勢的案例裡面 在他們社工人員評估上 就是在評估的整個狀況上 比較難被類為說 所謂是危險家庭 所以在這種照顧弱勢 而跟強勢家庭 這種特殊的個案裡面 真的有時候會沒有辦法 即使反應過來 解釋個問題 所以再加上我想這個氣 為什麼氣 我也不得不勸勸一下 報社的中央台 因為今天彭凱甯老師 也特別講 說某個記者跟他講很抱歉 他本來新聞稿部這樣寫的 某個報社中央台 一直加油添出 你加這個有添這個出 幹什麼啦 幹什麼 那反正監察院 今天也正式介入調查了 那內政部我去了解一下 我希望說包括內政部長 這案子也不用說氣話 檢討就好 平穩就好 微觀就是要講求平穩 跟我們民意代表不一樣 不要動不動就是 出口太過嚴厲 曹馨這個問題 曹馨這個 抱歉 這個個案比較嚴重是在說 那個女童 曹小妹妹 她是跟學校已經清楚講了 母親連木炭都買了 對不對 而且說事業是到兒童姐前後 可能就要燒炭了 所以老師才會那麼緊張 那後來為什麼 社工沒有好好去關懷 這一塊很多人在檢討 這是一個 那如果有錯為什麼不能檢討呢 或者趕快把它辦好 補佛王啊 以後人民的財產生 才會有一個保障嘛 那是更嚴重的 這又不是幫派 不能檢討 然後什麼 東海的社工全部不度用 這是幫派嗎 社工變成幫派了 社工當然 基本上是一個良心事業 你說好像菩薩心 事實上它是一個 蠻用心 蠻辛苦的一個行業 要投入社工的人 基本上他必須要 很有愛心的 我舉個例子 我住中部 我住中部 我住中部那裡有一個社工 對我附近那裡有一個 低收入的獨居老人 都給他很照顧 很照顧得很好 有一天可能帶上去 這個獨居老人 沒辦法只想想的 如果住他們而已 沒事喔 但是他的心裡很痛苦 他說我靈魂 我有手 我沒辦法幫他 幫他一人這樣 我可以把他 搞在鼓鼻 隔壁照顧得好 像你講的這個個案 如果當初藍頭 或者是台中縣的那些社工 也是這樣去處理 對 我要講的意思 這兩條人命就不會 對 社工人基本上 對自己可能不小心 或者沒有注意到 舒服所造成的悲劇 心裡是很痛苦的 但是我看不出來 這一次這個 曹小妹這個事情 不管是台中縣 藍頭縣 跟他撒來撒去 其實社工人對於不小心 也不是說可以喔 自己沒辦法做成的說 心裡上的痛苦 其實是應該是 很多社工人應該會了解 但是看不出來 那這一次 彭主任彭華森這樣子講 老師他也是 基於這種對於社工的要求 希望社工不要因為疏忽 而造成一些其他的不幸 那麼提出比較嚴厲的批評 但是這樣竟然引起 所謂的圍剿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社工人也老實說 讓人家檢討你 他是會反省自己 人家說應該是自己做不到 不是說你不能跟我配合 這不是幫牌耶 幫牌也沒這麼嚴重的 蔡偉是從南投來的嘛 你這個案子應該是很足夠的了解 現在很多人在講說 最重要是什麼 是補破啊嘛 我們也知道社工人本身很辛苦 可是你這案子裡面 社工人本身是有問題的 你要趕快面對問題去解決問題 可是現在不是 現在我們今天很難過看到是什麼 你怎麼會是讓他清理門戶一樣 去圍剿一些人 還要去打到一些社工系的學生呢 是啊 事情剛才發現的時候 我對這些社工也有很多同情 那事實上我看到的很多社工 他們很有愛心 然後付出很多 事實上對一些弱勢照顧 沒有社工真的不行 但是他們明天要去內政部 要去叫江一華部長道歉 我認為我希望他們不要去 我希望他們轉到立法院來 為什麼轉到立法院來 如果他們認為社會救助法裡面 對社工人力的不足 那去年4月24號 立法委員就要求 內政部要趕快檢討 趕快補足人力 趕快修法 這個部分 如果內政部做得還不好的話 也不用你去要求他道歉 你到立法院來 讓我們這些立委 兩黨的立委來強力的監督 來修法 來督促 內政部趕快來補足 但是今天整個焦點都已經 都已經失焦了 去批評這個彭主任 然後去批評這些 東海社工系的學生 這個非常不好 社會觀感真的很差 我們要請教陳子論 現在曹小妹妹這個事件裡面 你們一定內部有一個自行反省的機制嗎 目前你們反省的機制裡面 發現是什麼樣 社工完全都沒有錯嗎 現在有人怪老師 有些人什麼怪警察 就是社工沒有錯嗎 我想應該不能夠這麼來講 不過就是說要來看說 為什麼彭老師這樣子說 那會引起社工界這麼大的反彈 那我想這個其實是會跟 這麼多年來有這麼多次的一些社會事件 那這麼多次的社會事件裡頭 其實很容易就把這個問題 就說這個是社工的問題 社工沒有怎麼樣 社工沒有怎麼樣 所以我的感覺是說 這一次社工界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一個反彈 跟這樣的一個憤怒 其實是跟這種長久累積下來的 這種說社工整個 事實上整個社會工作的環境 跟這個體制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那譬如說我想對事情問題的處理 它其實沒有很足夠的人力 那每一個社工系 它的工作負荷量都很重 整個社會工作的勞動環境 其實是非常的不好 像譬如說整個社會工作的這群人 很多要執行公權力 可是在目前政府的社工人力不足 所以它都很多把這樣的業務 可能就會轉包出去 給一些民間的社福團體 來做這些事情 那再加上這樣的一個工作 有些時候你會要求他說 你可能要常常加班啊 要24小時 要什麼on call 要幹嘛等等的 那他們薪水也很低 所以這些人的流動量 其實是很大的 那在流動量很大 沒有錯 整個大環境 大環境確實有一些問題 那社工師跟社工員 確實老講 他們也是辛苦跟弱勢的 可是不能夠因為環境有問題 然後一個兩條人命過了 如果裡面有一些該補破網的 不好反省 這人民可能也是會抗議 所以這個應該要回過來看說 譬如說如果是以這個案子 來講的話 那這個社工他本身 他所受到的訓練 他有沒有受到足夠的訓練 或是說學校教 有沒有教導他 怎麼去做很好的評估 或是說他目前工作環境裡頭 督導 有沒有給很好的一個督導 然後讓他知道怎麼樣 來處理各式各樣的一些問題 那這東西是社工 我們整個在處理幹部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檢討 跟反省的地方 好我們等一下 整體也來談 因為外面是理性的 來看這個個案裡面 到底什麼地方有問題 包括社工你接到電話的時候 如果是午休 沒有馬上處理 這樣可以嗎 包括什麼聯繫三天的假期 更離譜的是什麼 你怎麼會說 他不是一個危險的個案呢 那當時警察去追 這怎麼回事呢 所以一個個案 是要把它弄清楚的 以後避免這個憾事再繼續發生 我們要繼續追蹤 我們慢慢回來